在本期生存中 我们周围的方块每隔60秒钟变换一次 可能上一秒还是绿宝石大陆 下一秒就变成了岩浆块 并且我们击杀不同的生物可以获取它的血量 击杀一只鸡可以获得鸡的血量 击杀一只铁傀儡可以获得铁傀儡的血量 那么最后咱们能否击败一只墨影龙获得墨影龙的血量呢 话不多说咱们挑战开始 开局呢 作者给了我们一本书咱们看一下 看见本书内容的断食尼密 隔着屏幕看见的翻倍 点赞扣666及格取消 哎呦我去区人们我已经取消了 你们自己看的棒哈 好吧话不多说咱们正式开始咱们的生存 可以看见呢咱们前期只有两滴血 并且我们出生在一片冰窗大陆上 距离这个大陆变化还有20秒钟 我们要趁着这个时间呢多拿一点资源 然后做一套木头的工具 做完之后呢发现这个大陆已经变成羊毛大陆了 哎等一下这个树上面怎么会有一个箱子呀 咱们收集点羊毛上去看一下 才收集了10个羊毛 这个大陆呢就变成了铁块大陆 正当我考虑去哪里挖石头的时候 打开这个箱子发现里面居然有3块原石 回厂的棒棒 有了原石之后呢咱们赶快收集一下这个铁 时间还有2秒钟咱们赶快点收集 哎好吧不够了 这个大陆呢一下子变成了石头大陆 不知道这个石头能不能做工具 咱们先挖一点试一下 万万没想到呀 这个石头居然真的能做工具 既然如此咱们多收集一点 一段时间以后呢 咱们收集了34个原石 应该够用了哈 第四次变化 这个大陆变成了环境大陆 看见这么多环境 我现在的表情是能表情 包第三个表情 快发出来看一看吧 接着咱们来到了一个村庄 来到村庄呢 第一件事情呢 咱们先把这个铁困蕾的血量给掠夺过来 灭掉这个铁困蕾之后 咱们现在的血量变成了五条血 兄弟们 还有谁 还有谁 咱们现在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生物 诶 这里怎么有一只小姜同学 诶 等一下 哎呦 哇 鸡群们 我手剑打了这个僵尸一下 我的血量不会变得和僵尸一样吧 我呸啥也不是啊 我吐了 好吧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先去一趟地狱吧 由于现在呢 咱们没有钻石稿子 所以说我们只能用胶柱法 做一个地狱门 接着呢 用岩江营火 由于这个大陆不停的变换 导致我们收集不到沙力 没办法制作打火石 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去地狱 来到地狱 首先咱们通过打猎人 获得猎棒 和这个猪林交易了 咱们可以获得墨影珍珠 最后呢 合成出墨影之眼 然后我们在找龙的途中 遇到了一个村庄 来到村庄 自然要欺负一下这个铁傀儡啦 突然 哎呦 我去这个大陆居然变成了钻石大陆 我去啊 咱们趁着有时间赶快挖一点 一段时间以后 咱们就挖了一点点钻石块 然后我们做了一个钻石套 继续找龙 来到墨地 现在所有的方块全部都是岩浆块 由于咱们现在血量比较少 为了避免被岩浆块碳死 我们只能蹲着走 嗯 兄弟们变了 我们现在血量比较少 咱们先打一只墨影人 掠夺一下他的血量 现在呢 有两条血应该够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 刷刷刷刷刷刷 跨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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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影龙就直接没了 咱们也继承了墨影龙的血量 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强的男人 那么咱们本期生存呢 就这里结束了 我们老规矩 点赞评论是单数 主播日更